DXC 2020 ICT P1A MC第13题 1题只有53%考生答对 昨天就问了 下面这几样东西 哪一样东西是Example of Data Collection 一个数据收集的例子 包括这个 Taking Town Gas Meeting Readings 就是阅读煤气标的数据 第二个就是 将银行提款卡插到ATM机器 第三个就是将相片放到scanner 准备做scanning 第四个就是将那些考试分数 由Mark sheet 即是那张计分纸上 就输入Spreadsheet软件那里 看上去似乎个个例子 都涉及一些 将Data去input 或者去收集 看上去真的过得几次 究竟哪个才对呢 其实Data Collection 或者Data Input 是属于Information Processing 其中一些Steps 你看回它的definition Data Collection 就是collect raw data for the information system raw data 即是原始的数据 还有重点 这里是说收集 collect 未到这个Data Input 那个过程 什么是Input 就是说 将Data 由现实世界 我们当它physical world 输入到数码世界 即是电脑世界里面 输入电脑里面 所以Input 我们来看看 其实第二个都是Input 这个是Input 将卡本在现实世界里面 插入电脑里面 就是read入的Data 这个就是Input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将相片放在scan里面 都是Input 另外就是透过Keyboard 将分子上面的Data 输入到Spreadsheet 这个也是属于Data Input 反而这个 这个许媒器标的数据 这个真的属于Data Collection 因为未涉及用电脑 实际上抄标的人 亦都是去收集 raw data 原始的数据 所以答案应该是A